那陈吉仲想要用告人来转移焦点 可是呢 昨天我看了一下他的委任律师 对我提起的告诉 甚至没有刑事的诽谤罪 也就是说陈吉仲 我真的是笑他不敢 他只敢对我提出 民事的名誉回复的诉讼 但是呢 却不敢对我提出刑事的诽谤 或是加重诽谤罪 所以我要第一个先说明 昨天陈吉仲告我的内容 跟告邱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他告邱毅是包含这个刑事的加重诽谤 然后刑事代自诉 那告我的部分呢 他只告了民事的名誉回复而已 所以代表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如果对我提起刑事告诉的话 百分之百我坐等法院认证不起诉 所以代表说陈吉仲真的是非常的奸诈 他其实只是为了用提告来转移 他的记者会里面很多疑点都没有说清楚的焦点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来告发 那我先念一下我们告发的法条 分别是刑法342 为他人处理事物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损害本人之利益 或违背其任务之行为 刑法第131条 公务员对于主管或监督之事物 明知违背法令 直接或间接涂利自己或他人 贪污制罪条例第6条 第一上第4款 那我想主要呢 简单来说就是贪污以及涂利 那因为我们昨天看完了最新的记者会之后 发现续场会他们签的约 跟陈吉仲所说的流程完全不一样 这真的是太离谱又太离谱的一件事情了 到底是陈吉仲讲错 还是合约是错的 还是合约是假的 现在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想我们就今天来告发 请检察官来查明真相 那我们不会怕陈吉仲继续对我们来提告 因为我们就是要替人民追真相 追公道 你花的是我们的纳税钱 我们怎么可以让你对特定的公司 特别的特殊性的待遇去呵护呢 这当然是完全不行的事情 所以我也要特别感谢 昨天呢 侯友宜侯市长总统候选人 以及郭台铭董事长 都有站出来声援我 我相信我们都是站在公道跟公益的这边 今天陈吉仲他告我 我们今天也告他 他只敢告我民事 不敢告我行事 但我们今天来告发的都是行事 贪污治罪条例 以及土力罪